恐龙让梨 恐龙四岁的时候,有一位客人送来一栏梨子。 客人让年纪最小的恐龙先挑一个来吃。 恐龙挑了一个最小的梨,客人觉得很奇怪,就问他 诶,你为什么不挑一个大的梨呢? 哥哥比我大,应该让他吃大梨,我年纪最小,应该吃小的。 客人听了,非常欣赏恐龙。 嗯,你小小年纪就懂得礼让,真是一个好孩子。 没有少许多。 我想喝等。